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E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萬里的小微海鮮餐廳 那這間餐廳是有部落客推薦過的餐廳 那就來吃吃看 那今天太陽還蠻大的 這樣 那海鮮蠻多種的 你每天便宜的時候多吃一點 這一次的魚蟲回來就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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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隻三點蟹 這兩隻三點蟹 對 二隻 然後九百九 OK嗎 OK才要吃 好 那想請問一下你們蟹撈蝦是一分之多少 三百 是清蒸的是不是 對 好 可以嗎 可以 三點蟹清蒸嗎 對 走進來一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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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魚呢 如果魚湯是多少錢 魚你可以頭尾幾湯三幾千 魚蟲 那魚是什麼魚 老虎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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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吃一隻大概多少可以先看嗎 可以 當然東西一定覺得OK再吃 好 對 不要擔心 好 好 現在老闆娘就撐這個魚給我們看大概多少錢 都是活的 都是活的 謝謝 七百八做兩吃 就生魚片 不是 清蒸跟煮湯 煮薑生魚湯 OK嗎 有味噌湯嗎 有 好那味噌好了 可以啊 好這樣 清蒸跟清菜呢 先進去再看好了 先那個煮菜先進去 我炒一個面前 好 炒個 你們四個人嘛 對 這個人要炒兩塊錢 你們 好 那還要什麼 盡量點煮等一下加菜的話會比較慢 好 好 那媽媽還要再加什麼嗎 還是這樣 先這樣 對 蝦 蝦啦已經點了 蝦已經點了 蝦有了 那真的就沒有了 先放空心再吃一個好了 好 恭喜 你好 樓下有位子 好 那我們就再點一個不拉皮煎蛋 先這樣好了 先這樣 好 謝謝 好 那這魚都是活的 喔 活活跳跳的 然後螃蟹也是都活的 可以看到他還在動 OK 好 那用餐區大概就可以做 如果樓下的話大概是做20個人以內 那牆上有非常多名人的簽名 好 那這邊也是 好 那海鮮的部分再多照一下 總之都是活的 好 就拿到這邊秤這樣子 好 好 那海鮮的鏡頭就多一點 好 都是活的 所以價錢就稍微比較貴 好 據說這一家是已經是比較平價的價錢 好 好 上面還有更大隻的 海鮮 螃蟹啦 更大隻 好 那價錢我就照清楚 可以按暫停鍵看 好 這邊 冷藏這邊還有很多 很新鮮的海鮮 可以看一下 這個 這個應該是飛魚卵 那我們今天是 騎兩台摩托車 從 士林那邊 陽明山翻來萬里這邊 騎了蠻久的 好 剛剛這個蝦子都是活的 那現在就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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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就是活的 好 沒有吃吃看 很新鮮 好 蝦子就很新鮮 好 那現在吃吃看 肉很緊實很好吃 很甘甜 很新鮮喔 好 算小小貴喔 那我覺得 分數是100分 因為它真的是很新鮮 好 那蝦肉就很新鮮 這樣子 好 嗯 那就簡單的調味 裡面就是有蔥段跟薑絲 大概還有一點米酒 好 個人覺得就是 新鮮就是王道 很好吃 好 快來吃吃看 它的收費還不算那麼貴喔 好 好吃 我覺得吃原味就可以 然後這個是 蝦子的部分 好 那就 這個是炒青菜 空青菜 好 剛剛那個蝦子我覺得是100分 空青菜很翠綠 然後很清爽的口味 很家常菜的感覺 好 那空青菜我覺得是80分 就跟在家裡炒的 有點感覺差不多 好 那這個是小魚煎蛋 它就弄得像菜脯蛋一樣 好 現在就吃吃看 然後 蠻香的喔 軟軟的這樣子 嗯 滿滿的小魚在裡面 然後現炒出來的 很好吃 柏拉肥很新鮮 好 可以看到它這裡面就炒的嫩嫩的這樣子 好 我覺得分數是90分 稍微有一點 但是口味很好 好吃 好 魚很新鮮 然後配著這個蛋香 滿推薦的 很好吃 應該就是因為新鮮了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還是火的老虎般的味噌魚湯 好 那現在吃吃看 感覺魚肉是滿新鮮的 好 那現在就喝喝看 感覺它這個湯頭滿濃郁的 嗯 嗯 很鮮甜 然後裡面還有放柴魚片 然後味噌的味道也滿濃郁的 可以看到這個魚肉很新鮮 好 那現在吃吃看 嗯嗯 很好吃 很新鮮 好像豆腐那麼嫩的感覺 好吃 好 魚肉很新鮮很新鮮 然後很 很鮮甜 很好吃 超讚的 我是看別的部落客推薦的 所以點這個味噌湯 很好吃 然後如果跟 跟外國比起來便宜很多 哈哈 好 好 那當然這附近也有這個 買好的海鮮 然後代客料理 那代客料理會再收一次錢 之後在店裡吃就不用了 就直接就是 菜單上的價錢 好 很好吃 魚肉很新鮮 然後分數我覺得是100分了 很好吃 因為很新鮮 好 那今天這個就是主角了 萬里蟹 好現在正式產季的時候 所以今天就特別來吃 好這是三點蟹 感覺好像高一點點而已 好 那現在吃吃看 這個蟹身 那就吃這一整塊肉看看 那跟我上次在海邊吃到一樣 也很鮮甜 好吃 好很棒 蟹肉很肥 然後吃起來就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杏仁的 蟹人豆腐的感覺 然後滿滿的就是這個 螃蟹的鮮甜味 很好吃 好那這個是我剝好的蟹喔 可以看到這個肉就是很肥美 好這樣 嗯 很好吃 然後很鮮甜很鮮甜 很好吃 哈哈 好吃到小孩都慘叫了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所以就推薦給朋友來吃吃看 雖然 價錢大概將近1000塊 兩隻啦 但是非常好吃 然後 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 撥起來的話就有點像杏仁豆腐的感覺 很嫩很嫩這樣子 只是吃的時候要小心這樣子 很好吃 肉就很肥美 這個強烈建議一定要點來吃吃看 花蟹的味道是更好吃的 但它價格就會稍微再更高一些 那這個就是剛剛點的那次老五班的身體做清蒸 它肉質就很嫩這樣子 好吃 很新鮮肉很勤實 感覺上面火不是很熱的感覺 這個怎麼會吃 可能要沾點醬汁才比較好吃 肉質很細嫩 但是感覺醬汁有點沒有吃進去 但是魚肉很新鮮 好 那這個是妹妹幫我弄的蟹肉 好那這邊就是螃蟹就是主角 好 魚肉就很新鮮 好吃 好這樣整塊整塊吃起來很過癮 很棒 好吃 然後它也很多膠原蛋白 在這邊這裡 然後有點像是 雞肉的口感 有一點點像 好這個有皮的地方也蠻好吃的 蠻有膠質的 因為它背面的話湯汁的 吸的比較多 所以比較好吃 那夠把那個湯汁夠把 鮮甜味帶出來 很好吃 應該說醬汁啦 醬汁把這個魚肉的鮮甜味帶出來 魚的分數我覺得是100分的 很新鮮 很好吃 因為這家店的生意很忙 所以名片我先拍 店名就叫做 小威海鮮代客料理 一直在新北市萬里區 龜猴里 魚澳路16-1號 好那這邊有電話 等一下再看看是多少錢 好那吃完之後就從這邊結帳這樣子 好結帳也 非常的忙 好那這樣我們多少 等一下 老闆娘說那個飯也是啊 對對對 沒有算飯 飯也沒有算 那都沒有收 好 2320 3000 好拿來 那我們給你20塊 好的 好 那等下20塊等一下喔 請問這家店已經開多久了 這家店已經開多久了 這家店開多久 這家店喔 開 應該有5年了 5年 喔這樣 OK 好那魚 魚跟海鮮都很新鮮啊 這一家 所以覺得是貴的有道理嗎 好 門口都擠滿了人 那覺得這一家的海鮮還不錯 可以考慮看看 那過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拜拜 他有二樓喔 那這邊牆上還有很特別的螃蟹的 郵政信箱 那這邊的牆上就有寫 認識萬里蟹的小知識 那這裡還有公蟹跟母蟹的分辨法 那這裡寫 挑蟹的方法可以看一下 這邊牆上就是寫著 花蟹三點蟹跟食巡三種 第一個是鮮甜 第二是極品 第三是鮮香 那的確是這樣 我上次在和平島那邊吃的這個花蟹 覺得是很鮮甜 那今天它這個肉就是我剛剛講的 很像杏仁豆腐般的口感 然後也算鮮甜 但是跟花蟹比起來 花蟹比較甜一點 那這邊就是龜吼市集 那拍到什麼就不一定了 然後帶各位逛一下 其實我也很少逛這裡 上次來應該是我小時候的時候了 這邊是烤魷魚 蠻多種類的 蠻多種類的 好像還可以試吃 這是可以試吃嗎 可以啊 謝謝 試試看 這小魚乾很好吃 好 再走進去 好這個白帶魚很新鮮 很漂亮 應該是活著才是賣點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有吃的 龍虎般 然後那就不是 原來這個叫海草蝦 好大隻 好這是前面一攤的 然後感覺 東西比較奇的感覺 這個爐好漂亮 好就再往前走 好在這邊是生魚片店 那不新鮮 這邊要就是那個 海鮮店 活的海鮮比較稀稀 這樣 好多人 好 那我走進去走出來 你們不用好了 好那我就 我來自己走進來 哇賽 這蝦超大隻的 好那我就叫我的家人在外面等我自己走進來 好那中間就幾乎都是用餐區 好看太多人了 就照這樣好了 好那我走出來一點 這一攤 魚類蠻多的 感覺就是船釣的 好那裡面整個都是人啊 走走不進去了 好跟我們上次在韓國的那個市場很像 就是都是 活的海鮮 然後再代客料理 蝦子很新鮮 這很特別 麻煮淡菜 這個上次有吃過的卵子 很漂亮 這邊是比較小隻的 看起來很可愛 但是它的肉很好吃 哈哈 那這裡是寫著 七彩錦繡龍蝦 那第一個這裡是 海瓜子 黑金剛蛤蜊 還有海蝦 這邊寫野生鳳龍 這是牛奶哈 海鮮都很騎這樣 這裡是寫著 小豬水彩 那這邊還有寫著 野生海膽線舖線絲專業老店 全那個海膽如果線舖一個是多少錢 季節過了 所以4月才有 4月到9月 好謝謝 其實這個台灣人也很愛吃海鮮 所以這個海港的海鮮是非常受歡迎 這蝦子好漂亮 好 海鮮都很新鮮 這野生的草蝦好大隻 喔喔喔喔那這樣 多少錢 一隻嗎 一隻剩下大概兩百塊上下 兩百塊 喔這樣 好謝謝 不會不會 它的肉比較Q彈比較像兩蝦肉 喔這樣子 謝謝 那蝦蝦肉比較軟一點 蝦蝦肉比較軟一點 蝦蝦肉比較軟一點 這樣 OK 好像小姐長得好高喔 小魚也好大隻 好 那這邊的魚就是都是海港釣起來的 對 鮭魚都進口 鮭魚進口 OK 喔小姐你長好高喔 哈哈 哈哈 我再拍一下 還蠻多可以看喔 其實 超巨大的 有看到 超大的 哈囉你好 那這邊海鮮就很多種這樣 一隻大概兩百多塊而已 要不要買幾隻回去 這個是什麼 這個大的蛤蟆 馬蹄隔 馬蹄隔 謝謝 好 OK 那這白帶魚超大的 好 好 這樣 OK 那再來就到旁邊的海邊照一下 額 不過還是照到一下好了 那這海灘上有很多垃圾 所以就 真的要比較有環保意識阿 不然我們這樣很漂亮的海灘就被破壞了 其實這海是很美麗的阿 因為這次放假我最後放兩天阿 所以我沒有辦法到東部的海岸 只能到北部啦 北部的海岸帶小孩走一走 跟家人 還有跟各位分享台灣的海岸之美 還有海鮮之鮮 哈哈 那就希望各位喜歡今天我拍的影片 好 既然想要看海的話 那就拍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台灣的海岸 如果以這邊來講的話 現場就是有一點這個垃圾的臭味 我就以 純事實來敘述 可能需要靜攤一下 才能夠會比較美麗阿 大概要靜攤個一天兩天 才會變比較漂亮 但是海鮮是很好吃的 是的 應該要靜攤嗎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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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海喔 那時候我爸媽就開車常在我們到鼻頭角 就是逼頭角風景區那邊然後在晚上常常在那邊看星星 然後一邊看星星邊聽海浪的聲音 就讓我的心情很平靜 那我今天走的是我小時候的路程 但是差是差在說我不像我爸爸一樣有轎車 是騎摩托車過來所以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們是騎兩台摩托車 欸還有人在衝浪 那就希望我每天分享我的吃的東西 跟生活的點滴給各位 就希望各位會喜歡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跟玩得開心 掰掰